兔特皮士给带斯基的 对大外就其他也是爱的 你确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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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佩服他闺蜜的 什么样的友谊 才能让他们俩一块住了快四年 还有一些兄弟给我发短信 问我这俄罗斯的土豆 和国内的土豆有什么区别 一般来说 自己家种的头特别特别小 小到可能连一个酸辣土豆丝都做不了 还有一种感觉呢 就是俄罗斯的土豆实在太软了 每次去快餐店吃土豆呢 就感觉湿湿的 不像国内那么脆 其他呢也就没有啥区别了 毕竟我家小姑娘 有可能是向中国卖土豆的商人 每天拎着几包土豆跑来跑去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反正不管怎么说 就当做一个玩笑话吧 今天呢再拍一期日常 看看我是如何应对 我家小姑娘还有她闺蜜的 你会说英语吗 ヽ ノ 我认识了 可以便宜一点 我们再重複 可以便宜一点 你会否示一下 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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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再学习 身上 请坐不辣的 什么? 请坐不辣的 你明白了 请坐不辣的 不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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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 干杯 加油 我受不了了 笨蛋 笨蛋 我是笨蛋 我是笨蛋 卡达亚果六 你是笨蛋 我是笨蛋 你是笨蛋 我是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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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你没说 我说我狠狠 我狠狠 你不是笨蛋 你不是笨蛋 你不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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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我家这小姑娘的中文实在是太无语了 把我和她闺蜜笑得战斗战不起来 她是看着俄语的音译然后给读下来的 因为没有学过音标嘛 所以中文从她的嘴巴里说出来真的挺好玩的 这想了想也确实是我的错 我们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 我还没好好教她中文 所以为难道我一定要好好地教教她 要不然以后她和我一起去中国该怎么办呢 你真是的 你又归乱了吗 又归乱了? 又归乱了吗 我老爹 where是你的侯子 你 我不是你的侯子 我我的侯子 你怎么可以在她的生活 weird 我全都不明白,她很瘋 我也是她很瘋 四个城市生活了 为什么她很舒服?为什么她很不舒服? 她还不知你,你等一下 然后她会显示,她很瘋? 是的? 现在她不显示,她很瘋? 我会整理一下中国元素 开始在这里 抵护,抵护 抵护,抵护 抵护 看我 美女 这很漂亮 可以跳 我对我家这小姑娘的脑回头实在太喜欢了 你说家里有个这样的对象的话 还有什么反应? 我对我家这小姑娘的脑回头实在太喜欢了 你说家里有个这样的对象的话 还有什么反应? 蛮恼可言的 我俩出这么长时间也从来就没有吵过架 因为她的脑瓜子总比别人慢慢拍 就属于幼稚到让人心疼的那一种 真的是越看越喜欢 这期视频呢就到这儿了 真的非常感谢那么多人喜欢我们两个 当然呢还有她的闺蜜 以后的话我就记录记录我俩小三口的日常 所以呢请不要忘记点赞关注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不见不散了 谢谢大家